今天是第二天來台中 然後早上就是專門是在中央選區 那現在是不是聽說這邊也是選區蠻緊張的 應該給當事人來回答會更精確 應該已經到55坡了 已經把蔡其昌逼到去站街口了 路上的這些民眾支持我的選民都告訴我 他們十幾年沒看過他在站街口去燒市場 主席想要問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你這邊的這個選情 那昨天韓國瑜他在造市場上面有喊說 沒有就是總統柯文哲 然後院長韓國瑜這一回事 他要大家就是把選票集中給侯康 那不管我是還是蔡碧爾跟韓國瑜都是朋友 我們知道他有他的壓力就這樣 大家理解就好 他昨天那樣子講會不會擔心他就是把那個韓粉全部都號召回去 那有些韓粉還是激勢 其實齁 這個大概 我認為在這場選舉大概 板塊是大概就三個板塊嘛 而且到這裡大概每一個投票人的想法都已經差不多固定了 剩下只有少數還在中間游離這些是可以去爭取的 其他當然如果是板塊大部分都確定了 主席問侯友宜昨天有喊話 我也不想你講人家說不要口述而言就這樣 韓先生 你比較慢來 你有沒有感受到現場的氣氛 感受到 有沒有團結 有 那你覺得怎麼樣啊 非常的熱非常的溫暖 我覺得這麼好 很多人是衝著你來 沒有 不敢 沒有啦 你有要跟我們收票嗎 沒有啦 是不是把大家票把它收回來你看怎麼樣 好 真好 還有很多票流落在外對不對 對 來 兩分鐘給你把它收一下 沒有啦 總統的啦 你先收一下 謝謝 再一次拜託大家 所有 所有 誤認為 被誤導 總統支持柯文哲 立法院長支持韓國瑜 都是錯誤的 對 我們一定要集中選票 支持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趙少康 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擦亮眼鏡 2024年總統的選舉 是我們台灣的命運 中華民國國運 最重要的一場選舉 愛護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要被誤導 沒有總統柯文哲 立法院長韓國瑜 沒有這種可能 共同全力支持 最重要的 侯友宜 謝謝 給我一個總統 何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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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一聲堅定打招為中華民國 用生命堅備中華民國的好友宜 歡迎總統 總統好 總統好 大家好 www